今年62岁的孙育林是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自黑龙江省同江市接近口赫泽族乡发展旅游业起 孙育林开始学习制作鱼皮画 从最初只能捡几厘米的鱼皮小动物 到现在绘制一平方米的虎豹龙蛇鹰 山水园林风景 以制成上百款作品 孙永财 2000年开始了我们就是南北有个风情园 我们这个旅游开开园之后 我们才做的 高旅游嘛 我们都高旅游 对 我们走线吧 是这个用的鱼皮吧 就是做那个葱花 近日 记者来到孙育林的贺哲族手工记忆坊看到 孙育林正坐在桌前制作着鱼皮画 墙壁上挂满了孙育林多年来所制作的鱼皮画 鱼皮衣等贺哲族鱼皮工艺品 孙育林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好 常有游客来到这里购买他的画作留作收藏 每幅画价值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这也让孙育林的年收入增加近五万元 收入来源就是靠这个吗 不是 我们有地 有那个 这个属于额外收入 对 这个吧 就是 我要收入这个高旅游 这个我是 要我说吗 这个还是不错收入还是不错的 就是你目前靠这个制作这个鱼画的这个收入 大概是多少一年 一年现在来说就是四五万块钱 做了鱼皮衣服那有时候收藏 现在就是这个画吧 游客嘛 游客 再是有订货的 我给它往那边打 就是往那边晕 孙育林介绍说鱼皮画是赫哲族特有的艺术品 通过对鱼皮的粘贴和楼刻以独特的形式 从不同角度记录下赫哲族人记忆中的赫哲生活 这幅画就是我们打这个场景 这是打江里的 我们就是用那个小船 就是瓦船的时候 这里没有机器 就瓦到了 去打 去打完 我们以前就是用鱼皮 穿鱼皮 吃鱼穿鱼皮 就是穿的都是鱼皮 吃的是鱼 谢谢